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空不搖 為什麼空 就空到現在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今年就是正式的繁榮年 你看到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那麼超乎我們總統蔡英文的預期 來到3%以上 那麼同樣的你看我們的失業率 超乎我們的預期低於3.67% 都是近五年來的最高跟最低 我問你一件事啊 當然會有一些通膨的現象 沒錯吧 因為每一個人 找工作找到的人比較多 而且收到的一個薪水 那麼多多少少會比較多的 一個狀況之下 我知道報紙一定給你寫不夠 我們還是很窮 我知道電視還是一定給你寫不夠 哎呀 還是有人餓死 我真的講一句話 那如果跟以前比 做股票是要跟以前比 才叫做成長率 成長率是今年跟去年來比 如果跟前年來比呢 我今天在電視上 我今天要公開講一件事情 我認為啊 大家不要老是覺得說 好像民進黨當政 或蔡英文總統這樣當政 你不習慣 或者你一直覺得說 他們真的不懂經濟 台灣的經濟啊 那麼領導人懂不懂關係 不是很重要 台灣的經濟 那麼川普懂不懂可能更重要 你說對還是不對啊 現在的投資朋友 我一直跟各位講說 這裡叫做第二隻腳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別說你不懂川普啊 美國人也不懂川普啊 所以他一講一句話呢 就往下砍了 講什麼話 道琼可能會拼到三萬點喔 結果就往下跌了 因為大家覺得你講出利多了 我乾脆把你賣掉啊 等到他最低檔的時候 他說你們大家都看錯了 道琼會反彈 真的彈上來喔 注意一件事啊 這兩天的一個上下震盪 和川普的發言 也有絕對性的關係 我真的必須要請各位 稍微閉上一經回想 想一想 以前的美國總統 沒有人在講股票的啊 只有現在這個川普啊 才會去講股票啊 只有這個商人川普 才會去講股票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川普不是笨蛋 川普是一個商人 你如果看不懂他 很多商戰上面的 放話跟技巧的話 我很直接講一件事情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那可能是你錯了 因為你是念政治的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 商人會講了一大堆 好像煙霧彈一樣的話 最後的目的並不在那邊 昨天跟你講說 我剛跟你要瞌睡了 今天跟墨西哥跟加拿大講說 你只要只要只要參加我們 北美貿易協定 你就不用被瞌睡 這時候市場馬上又想起來說 你現在跟中國大陸說要瞌睡 可能講說 唉唷 你答應我什麼條件就不用瞌睡了 所以第一招後面還有第二招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像不像在談判啊 談判結果出來的時候 才會政治往上漲嘛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你千萬不要把川普當成傻瓜 我也一直跟各位強調 來 再回到這個盤面上面來講 那麼 美國市場現在流行一句話 你聽我講 絕對合理 我說你把川普當傻瓜 一直給他空下去的 全球股市一直給他空下去的 你才是真正的傻瓜啦 因為川普絕對不是笨蛋 如果這個股市就這麼崩寒了 他不用選了 他也不用連任了 人家選他就是因為 希望把美國經濟振興起來 二線城市都連一座橋都還沒蓋 現在你就讓他不用選了 我覺得這不太可能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今天大盤 我今天寫一個標題 大盤打臉誰啊 恐嚇你的人啊 你懂那意思了沒有 震盪當成空投啊 這裡也是一樣啊 震盪當成空投啊 前面就跟你講說 金正恩來了 後來說金正恩丟核子彈了 後來說美國跟金正恩吵起來 現在又說 那麼川普跟中國大陸吵起來 我告訴你 市場上今年不缺恐嚇者 但是缺少告訴你真實的轉折者 我就是那個真實可以告訴你轉折的人 我就是那個擁有世界眼光的人 你說老師你怎麼那麼清楚 我告訴你一件事 沒那麼複雜 川普是蓋房子的 我老爸也是蓋房子的 他們會想些什麼 我根本就能夠了解 是你不了解而已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看我第一句話跟你寫什麼 第一個 2月9號我第一個告訴你 融資大減不會再跌了 況且在高檔的時候 還叫你賣過股票 我想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等一下再講了 不要講那麼多廢話 因為說實話 我叫你賣掉你也不會來參加 你會告訴我說 賣掉賣掉我沒賣掉 你家的事我講句實在話 我在電視上已經跟你講那麼多事 但是在低檔的時候 你說我把它賣掉了 那也是你不對啊 我已經跟你寫盤整期間啊 而且會出現這種 美股漲開高走低 美股也開低走高啊 但是各位注意喔 今天呢好像不太對喔 美股漲台股也漲喔 會不會是第二隻腳成立呢 而且呢先不要管啦 你說老師指數創不創新高 跟你沒什麼關係 我告訴你一件事啊 多頭市場有些個股啊 它真的要漲起來之後 我說城市當中的宣導智慧螢幕啊 哇結果一漲漲多少 天啊 40塊錢漲到80塊錢漲了一倍啊 我說這支股票怎麼能夠漲成這個樣子 將來還有沒有別的機會呢 等一下講給你聽啊 現在投資朋友 我其實應該直接寫大峽谷第二的 但是大峽谷我實在是沒有時間跟你介紹 而且它每天都漲停滿 成這樣一點點 但是請你注意這根已經有蠻大的量 那我就只好跟你說 這個狀況呢 跟四季剛非常的相近 就當它說四季剛第二吧 請你趕快跟我上車 而且呢上車之前 還是跟你講了大盤呢 很多節目是不講大盤的 就是這個樣子 反正就是跟我做 怎麼那麼像 那是他的事情 我的風格一定講得清清楚楚 願意上車就跟上來 第一個 來大力光今天有沒有利空 有啊 營收少了三成 親愛的投資朋友 如果你看到說今天營收少了三成的話 哎呀 要怎麼形容呢 這個大力光就完蛋了 那這裡呢 這裡不就少五成啊 大力光營收少三成 為什麼才股價不太動啊 同樣的 可憑營收少了三成還漲上來 我先告訴各位一件事 這是最弱勢的股票 因為你說它弱勢的原因 是因為它漲很多 你懂我意思有沒有 這是最容易回檔的股票啊 基本上今天都不跌了 那代表什麼 代表低檔是有撐的啊 那麼這個是最會漲的股票 結果它又漲停板啊 我理解是啊 最低檔的股票不跌下去 最好的股票漲停板 那是多頭還空頭 你用想都知道了吧 因為指數是一個平均分數嘛 就像你們班從第一名到最後一名嘛 最後一名的它不往下跌了 第一名的往前衝了 全班平均分數一定往上嘛 對不對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劉老師你今天才知道 不是啊 昨天晚上大陸人就打電話跟我說了 你說啊真的喔 對啊 看圖就好了 幹嘛打電話 浪費電話錢 現在打LINE又不用錢 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有沒有發覺 連續三個十字線 攝影師照進來一點點 辛苦一下 基本上連續都不破五天啊 為什麼這幾天的利空的狀況之下 那麼屬於比台灣更弱勢的 上海股市都不破咧 那當然答案就是要告訴你 今天會強 而且費城半導體有多強 幾乎到前面的高點啊 而且蘋果有多強啊 早就不到前面高點過了 美光有多強啊 美光已經到了一年半以來的新高了 還跟你講空最強勢的個股啊 空美光是不是 空蘋果啊 還好就是美國啦 搬到台灣啊 你輸更多 直接連美金一起輸啊 美金再怎麼弱 輸起來也是等於29塊台幣耶 市場上不缺恐嚇的專家 這次也空 這次也空 反正只要看到股票就空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千萬不要這個時候去想 什麼股票在空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啊 多頭呢就是有很多個領頭羊 你看別人在漲 別人已經在漲了 別人在漲好了 別人在漲 別人在漲 你說我要怎麼弱 我要怎麼弱下去 你告訴我 我還真的找不到比它更弱的 我要怎麼弱下去 你告訴我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 所以強盤無弱骨啊 多頭有很多個領頭羊 等到沒有領頭羊的時候 你要做空我盡量陪你啊 現在不是啊 現在被動元件也是很強啊 對不對 被動元件也是很強啊 盤中也是公共上場 停滿去了啊 人家還創新高咧 你敢說這地方沒有領頭羊 現在有投資朋友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你看到沒有 我請你力拼了波段股 頭肩裡完成 做股票 只要看到這個訊號 就是要準備做了 我就直接告訴你 只要你看到這種頭肩裡 看得懂你就準備要做了 接下來就是什麼時候發動的問題啊 我跟你講頭肩裡完成 頭肩裡完成 這是波段股票啊 現在投資朋友盤整出標股啊 而且這是波段型的出標股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很多基本面 到目前為止 真的沒有任何改變 而且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非常懂 川普的政策 第一個叫弱勢美元 為什麼要弱勢美元 因為讓人民幣 台幣這些美國企業 換回去美金的時候 先賺多少 先賺12% 現在也我就賺13% 15% 換了12%之後呢 回來磕稅 磕10% 我賺2%半 磕15%我頂多賠2%半 所以你看 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蘋果啊 怎麼一口氣啊 匯回15兆啊 所以他匯回去要賺錢啊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美元一定要貶 這是說川普的政策嘛 盯住川普的政策嘛 我一直跟你強調嘛 盯住川普的政策 原物料不會亂飆嘛 所以我跟你講說還有咧 盯住什麼 盯住中國大陸的政策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請你盯住他們 那就是你的一個天下了 我要跑去哪一張呢 不管了總而言之呢 我已經有跟你講過了 各位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歡迎你想盡辦法過來 而且今天最重要的重點啊 我看什麼比特幣啊 被動元件有的時候盤整的時候 就算沒有他也是講得嚇死人 我要跟你講這個啊 這個叫獨角獸 股票市場裡面獨角獸的意思是說 公司不算太大 但是他擁有呢 全世界全台灣全球 甚至每個地方 他擁有那個技術是別人沒有的 或者剛好這個地方這個商機就是他的啊 像誰 最有名就是9958的四季缸啊 四年前做缸購 誰要做啊 尤其是水面上的風力發電 不好意思講耶 四年前呢 蔡英文也沒執政 那賴清德不曉得在哪裡 還在當市長啊 那沒有人要做風力發電 這個四季缸想說啊 我陸地上的都接不到啊 都被你中鋼接走了 不然這樣好了 我去接個風力發電 中鋼就說你去做你去做啊 因為台灣只要有鋼 都是中鋼分配的 所以各位可以很明顯的發現一件事情啊 那麼四季缸當時呢 簽了一堆約回來之後呢 哎呦現在這些約 哪一張都是寶啊 所以各位等一下我們要跟你講說 哎呦怎麼會有一家公司呢 5281 哎呦怎麼突然之間變這樣子啊 我要跟你講 他們兩個的故事很相近耶 一開始沒有人要做的生意 結果被他做了之後 現在大賺耶 那他漲上來之後 麻煩各位啊 你說老師追高 追高不是我的興趣 這還剛起漲吧 歡迎你想盡辦法 跟上黃靖哲 今天又幫各位找到的獨角獸 請你想辦法跟上說 商機永遠不嫌往 一檔漲上去之後呢 後面一定有故事 等著你來了解 馬上回來 各位朋友 如果想要參加黃老師的會員 請撥打電話 02-2752-5868 或者是撥打104查詢 陳通獨顧 以免上當而讓財富 遭受到損失 參選線02-2752-5868 陳通獨顧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 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金銜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 代盡一定代出 陳通獨顧 擁有股票 期貨 雙震照 代您領先動行市場 穩健獲利 獨往福利 陳通獨顧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OK 我想很直接的跟各位報告 那麼曾經跟老師 賺過世新科的 然後這次沒有上車的 還有曾經跟老師 賺過印太 這次沒有上車的 老師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來說個抱歉 為什麼呢 昨天有一個老手 講得非常的好 那麼不要說深得我心 他說這一次的比特幣 注意這句話 比我們市場 任何一個人想像的都強 注意喔 我講的也是市場上面 非常厲害的高手 所以才會發生 大家都賺過他的錢 注意大家都賺過喔 現在呢 因為一直漲 你總是會賣嘛 我們講真話 你一定會賣 除非你想追高 除非過 尤其中間還過了一個年 你一定要想賣一趟 過年之前 你一定要想賣一趟 如果過年之前我沒賣的話 還是會被你打臉 甚至打巴掌 甚至每個人都賺過他 每個人都賺過他們的錢 不可能每一檔賺 你看這一回一回這麼深 我在這邊也賺過一小段 讓你變成你上電視很難講 好像你都很不準 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 每一檔你都賺過 每一個人呢 現在大部分人都沒有 表示怎樣 表示那個趨勢比你更強 我可以告訴各位一件事 但是我要講一句話的是什麼 是說請你記得啊 不敢追高難免 這是你操作上的一個風險法則 因為你一定會去 想辦法去買這種滴滴的地方 那過完年他就衝不上去 你也讓他沒責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這是操作的基本法則 但是有一點一定要知道 各位啊 你一定要認識比特幣啊 今年來講的話 我們必須要講一句話 如果你多空看不懂 如果你真的商品看不懂啊 我告訴你啊 如果你多空看不懂啊 如果你商品看不懂的話 那你沒有賺到這個錢 甚至跑去放空的話 我認為你真的應該 好好的認真學習 多看我們的節目 像這個是股市現場 我在特別講創意啊 各位看到沒有 我在特別講比特幣啊 我已經跟你表態到什麼地步 我說表態得到說 你如果說今天我決定了 我拿比特幣兩塊三塊 來參加黃靖哲的會員 我說OK的 拿來特幣多少錢 OK的 因為呢 比特幣會越挖越少啊 勝過啊 美國 美超 美金越印越多 日本越印越多 台灣越印越多 那麼 香港越印越多 反正超標你 越印越多的話 有一天 老台幣那天 如果老人家就知道了 那麼新台幣換老台幣 哇 一塊換四萬 尾內瑞拉幣 一塊錢美金 換四萬塊錢的尾內瑞拉幣啊 不過你一件事 你是要那種尾內瑞拉幣呢 還是說什麼第三世界國家幣呢 還是那個今天的非洲幣啊 還是要比特幣 所以比特幣不會消失的啊 因為它的城市是越挖越少 越挖越少 我可以告訴各位一件事 比特幣什麼時候消失 有一天大家挖不到比特幣去挖萊特幣 萊特幣挖完之後 假設又挖了一個什麼秋比特幣 又挖了一個淨澤幣 又挖了一大堆幣 結果呢 最後呢 那種所謂的虛擬貨幣 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跟什麼 台幣日幣美幣什麼幣 一大堆的時候 那越挖能夠越多啊 比特幣能夠越挖 虛擬貨幣越挖越多的那一刻 我可以告訴你 它才真的崩盤 所以現在完了沒有 真的還沒完 我必須要這麼講 這個時代才剛開始 時代才剛開始 不然的話怎麼會漲停啊 不然它怎麼會漲停 我就這樣講 你就能夠聽得懂 只是說這個時間 到底要拉多長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人有經驗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至少呢 我有帶你賺過他的錢 至少沒有做錯方向 而且 從比特幣這邊下來之後 我們還是跟各位講說 請你注意啊 風力發電概念股啊 結果咧 誰帶你做的啊 黃老頭我帶你做的啊 他怎麼可以做到 這樣的一個程式呢 麻煩各位 我已經講得快爛掉了 1081級的非凡商業週刊啊 然後而且這邊 你各位看一下 它的營收報表 其實還沒有發酵喔 只是我一直跟你強調說 他已經拿了 30座張濱風力發電廠的 風力發電塔 那我現在就告訴你一件事啊 那麼 30座風力發電塔的話 原則上來講的話 一年要做200億的水下的缸購 那一年做200億 他一年現在只能做50億啊 未來一年按照他的契約要做200億 股價是不是剛剛漲4倍啊 我今天 我今天只有早上上班兩個小時 未來我要做8個小時 請問一下我殘量是不是4倍啊 接下來就看他做不做得出來 殘量4倍之後呢 把單子包給別人第一招 第二個 剛夠一起漲價 就是這樣 不就是這樣子嗎 所以這個是商機比公司實在大太多 而且慢慢做 可能你必須要算他5年的累積價格了 這個最像什麼 最像生化科技股 生化科技股你一吃藥的話 有的時候一吃長疾病要吃個5年6年啊 要不然的話 你看一下4147的中育 哪可能值200多塊啊 甚至還值得300多塊啊 因為你艾滋病是不會好的 永遠永遠要一直吃藥一直吃藥一直吃藥 所以你最起碼要算他5年以來的價格 像他也是一模一樣啊 為什麼跟你講說 當時我跟你說 這是獨角獸 我跳空第二天 留下眼線趕快想辦法上車 請來看一下他的營收報表 看了之後你會嚇一跳 你看哦 前面還有點正跟負 但是各位 到了第三季的時候 一季就賺了1.09元 今年的第一季啊 去年第一季 去年的第二季 你要把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是累積的嘛 減去後面這個數字嘛 賺了1.14元 你說老師1.14 1.09 那一年大概算起來4塊5塊 那麼30幾塊應該很合理啊 對啊30幾塊 一年45塊 30幾塊很合理 20塊真的低估啦 30塊應該很合理啊 但是後面來了 上個月 看不出來 一個月 算1.62元 1.62乘以3你會吧 4塊8 等於是原來一季的4倍啊 9958四季缸是不是4倍 對不對 來 到現在為止 20塊是最低啦 現在80塊 是不是也接近4倍 人家在講什麼 第一個他獲利也已經出來了 這才更可怕 這比四季剛還可怕 那你說老師 這個數字代表什麼意思啊 我故事先跟你講到這邊 然後以後的事情 我再跟你講 現在你從成績單看說 哎呦 真的是很強耶 那到底要做什麼東西 怎麼可以強成這個樣子呢 我以後再跟你說啊 那個商機大到齁 我說一帶一路概念股啊 一帶一路概念股到底做什麼呢 不要管那麼多了 總之呢 有沒有大漲 有嘛 有的話 那將來就會帶動他的周邊 周邊走去哪裡 走去哪裡 周邊呢 欸跑去哪裡了 周邊 在這裡在這裡 各位注意喔 喔 四季剛大漲了 那當然帶動其他的鋼廠大漲 那他漲上去他會不會漲 我說過 商機永遠不嫌晚啊 商機永遠不嫌晚 他都已經漲上去 他會不會被帶動 有的時候我們做股票 很實在的跟各位講一件事 你現在說 每個老師都講得跟神 現在已經沒有人 這樣子講股票節目了 老師不是神啊 但是老師會告訴你說 哪些地方呢 我們值得去追 值得去探究 不是說追降 是追蹤他的一個過程 為什麼你今天要去追蹤這支股票 為什麼你今天要去追蹤這支股票 最起碼你不會放空他嘛 最起碼你不會放空他嘛 對不對 因為有的時候他漲起來的時候 買不到 你也麻辣沒折 或者同樣在這個時間點的時候 你可能把你的錢去買了別的股票 沒有賺到這支 這些都無可厚非 這些都是操作過的 但是你方向不要做錯 你反正別人再漲 你也有賺到錢 那是重點啊 對不對 這次雖然沒有這個這麼飆 哇 我想說奇怪了 這個下來的時候真的蠻弱的 這次這麼飆不太可能嘛 比賽一下 這個也比較弱啊 所以買這個 雖然沒有這麼飆 但是其實也飆到一點 在這邊的時候他最抗跌 結果呢 漲上來的時候換他變成最強 但問了我也不知道 你問我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我只告訴你說 盤中大家看到了之後追進去 知道說哪一隻老鼠跑得最快 但是你一定要買的是老鼠啊 你要買對啊 沒有說 唉唷好 智原漲最快沒關係 我空創意照輸啊 那你說創意比較強 我去空那個四星 這輸得更慘啊 我看他們就不順眼就空他啊 對不對 對嗎 現在連紅機都說要進去做比特幣 歡迎各位 今天就這一檔股票 要上車了 因為商機永遠不顯晚 只有上車會顯晚 還有呢 麗拼波段股啊 我就一檔波段 介紹一檔波段跟一檔獨角獸就好了 市場不缺恐嚇專家 缺的是講真話的專家 一萬點才是台積電的一萬點而已 其他股票 你敢跟我說他是一萬點嗎 你告訴我 你敢跟我說他是一萬點嗎 你告訴我 還有咧 你敢跟我說他是一萬點嗎 你告訴我 當然了 一萬點是他一萬點好不好 一萬點你不要做台積電就好了 其他的股票都不能做嗎 所以我常常講一句話 有的時候真的啊 達臉恐嚇者 市場上不缺恐嚇專家 這怎麼小姐多打一個字 市場上 市場上 不是市場 市場上 不缺恐嚇專家 缺的是講真話的專家 我就是講真話的專家 該跟我做 請你想辦法跟著我一起 盤整出標股 世紀剛第二 趕快上車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